各位朋友 今天是国内十一国庆之后 第一个开市日 所以大家都很期望 今天会有一个 起码A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声势 还有今天法改委都有些公布 我就会从A股和港股 今天那个走势 我们用最小的每分钟图来比较一下 他们的走势究竟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还有有些什么不同 首先看一看今天港股成交是非常多 不过港股反而跌了 跌了两千点一天之内 成交6200亿也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 过去一两个礼拜到现在 其实我们一直在见证历史 都有朋友在我的频道留言 通常如果你问个别股票 就比较少些去回答 也不是很适宜去评论个别股票 但我都会有分享 如果我自己是之前做过一些买卖的 已经很久以前了 我都会分享一下 还有我都会建议一下 大家在这麽波动的市况 如果你是想离场的话 或者想入场的话 那怎样做呢 我之前有个视频已经建议了 大家都是要分断沽售 如果你是觉得你的股票 你又想赚钱 但你又可能想等升势 那怎样呢 是否一次过卖完又怎样呢 我都是建议分断离场 我自己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都有港交所 都是之前分断离场 那港交所在最后那部份 都在昨日离场了 昨日我是以396元沽的 396元最后那部份都沽了 那今日港交所都跌了比较多 所以昨日沽的位置都算比较高 那后市怎样看呢 那是否应该再买还是怎样呢 那我们先看看那个股市 今天A股就一开始 大家都预期的了 就是饿了这么多日 那很多股民都开了户了 那一定是一开始就漲停板 很多是漲停板 个别公司很多都是10%有漲停板 那你整个股市都抽得起很多 由3300几点一下第一下已经抽到去3600几点 那港股今天就整体来说是跌了 但是为何跌呢 大家第一看 那当然有些说是 发改委的公布就没有好似预期那么强 那个力度 那当然这个都可以当是一个消息这么炒 那我们第一看法改委呢 其实就在10点钟开记者会 那10点钟之前呢 就是香港有股市 内地的股市 10点钟之前其实港股就已经跌了 就是港股在10点钟之前 那大概30到45分钟左右 应该就跌由22,900点左右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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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10点钟大概是22,000左右 就是差不多跌了98点 1,000点 就是跌过2000点里面 起码1,000点就是发改委 记者会之前跌的 就是发改记者会 但是发改记者会一开 当然10点钟开始 今天股市又跌 由10点钟又跌到10点半 10点30分30分 A股都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的A股 和港股在一日之内 那些分钟图是很同步的 就是我见底你又见底 我见顶你又见顶 我出现大阳烛你又出现大阳烛 那些大阴阳烛主要是吃饭之前 中午之前就比较大波动 中午之前大户就在拨杀 中午之后那些阴阳租比较少 那可能在省户就决定买不买 那你见到但是就不太看淡 我发改委记者会公布到 到10点40分左右 又开始买入了 一路买到中午左右 所以其实 法国会10点钟的公布 一落去又上回来 其实在上午就是平了的 如果从上午说 法国会的记招效应 不是正也不是负 因为一负一正就cancel了 那港股呢 所以 基本上跌就是跌了 法国会公布之前 那里其实不是直跌 有跌落 即是10点钟9点几时 10点钟港股就有跌 又升回少许又跌 又升回少许 所以那时候都是 一些大家在搏杀 也都可能有些套现离场 所以今日的跌 你说是否因为法改委的消息 我又觉得不是全部 因为如果法国会的消息 它应该就不会回到 两万一千八百点 去回法国会记者会 10点钟之前的水平 所以法国会的消息 一负一正就cancel了 然后橫行到中午 那真是跌就是阴跌 另外一千点就是阴跌 就是开市之后 就慢慢由 两万一千 这儿应该是两万一千九百 慢慢跌回到两万一千点 就是松一点 所以今天 因为你见到 比较波动大也有大跌 所以可能那些散户就没什么信心 有些就套现离场 就可能再看一点先 那你见到今天主要的 pattern就是港股 A股升跌走势差不多 大阴烛大阳烛出现的时间差不多 就是两个就很同步 除了A股是第一下就升了上之外 所以我不是很同意说 今天大跌两千点是法国委造成的 因为法国委记者会之前已经跌了一千点 法国委之后 记者会虽然有跌大反弹回到中午 而省户是慢慢在下午就慢慢阴跌 所以我觉得是省会暂时 可能见到今天波动比较大 那就先套现 或者先看好一点 那接着后市会怎样看呢 或者有股票还是没有股票 应该怎样做呢 那这一段时间都会波动大 因为那个 成交是非常之大 那就是说有些大户在拼杀 可能扯得很高也跌得很低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场的话 就不要一下过 盲中中走 也不要全入去买一只股票 那一定要预复一些空间 给自己走 给自己套利 那最稳定的做法就是 譬如你觉得现在 某只股票你喜欢 但又可能很波动 那怎样算呢 你可以设置大一点的buffer 譬如你现在这个水位 你觉得这个水位你也看好 那这个水位之下设置20% 如果跌20% 你捞到那便捞到 那捞不到就算 那捞不到就明天再捞过了 那另外就 如果你是买了很多的话 都可以分段离场 譬如你现在觉得你想卖 那但是你譬如你买的股票 那你当然你可以一路不止赚 一路赚到很高 但是如果你是觉得 哦赚20%我就心足了 那不如一买之后 你便是20% 那它升了 咳了那你买了 那明天再来过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后 我觉得可能是每一日限制自己的波幅 原来买买就好 一路入了去 然后就长渣或者长沽 那另外就是 那就是之后的市会会怎样呢 和个别股票会怎样呢 那你回看板块 今天主要跌的就是地产股 国内地产股内房股 就是法改委 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内房 就是房地产 不是针对银行和金融部分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力度 可能未必足够去撑起楼市 或者房市 所以之前升了比较多的内房股 今次都回吐得比较多些 所以就这个板块 譬如内房股这个板块 我觉得有些波动 是比较风险大 有些银行股今天都回吐了些 但整体上银行股今天就会比较稳定些 其他板块都没有 譬如内房股那些跌得这么大 如果你说是一个 不是法改委的公布效应 而是可能股民今天觉得 股市有大跌大升 它就慢慢慢慢套现来场 整体上的升势可能都未必是完 因为你看回我们比较A股和港股 A股如果你觉得是由2700 升到现在3,400左右 其实升了三成 那港股看你看多少升上来 你当是18,000或17,000 如果18,000升到现在 只剩下21,000 其实都是升了两成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从底升到现在这个位 港股是少于A股一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港股还有少少空间 短期来说就是少空间 当然长期来说 你没有说会常常这样急速升 那就看回个别的版块和个别的股票 基本的分析 那大家我都觉得建议就是 千万不要全入一只股票 还有不要只买单一的方向 将最后钱做你买整个市 单一方向都是有些风险的 那尽量看着风险 减低自己的波动性 也都不要说真的借很多钱 去做孖展去炒股票 因为市场始终都比较波动 那经过今天A股开市的大涨之后 那我觉得有可能都会涨多几天 因为内地其实限制了那个涨幅 10%就要停板 就是说你涨到停 很多公司都说今天大家可能看到 不止涨10% 那法国的消息其实又不是一个很长的 一个坏消息 它只不过是没有预期的力度 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法国的消息 而影响到之前金融的改革 那个比较大的效应 所谓法国的消息 大家可能是一天两天消化了 然后就看回大家对整体经济的表现 如果今次股市真是因为一些财富效应 而可以譬如Spilhofer到楼市消费 那股市的升幅可能会维持得比较久一点 那大家都要紧记 千万不要借签炒股票 而且一定要稳重 而且要自己做一些研究 就不要人讲理由去听 但如果你有些问题 就可以在那个频道下面留言 但有几样记住 尽量不要问个股 虽然大家都是想给你个研究 千万不要问这些东西 第二如果你是不同意 譬如我的讲法 都可以留言 讲下你的原因 就不要只是骂 因为如果我见到一些比较粗俗的 只是骂的人 没有讲原因 我通常都会刮掉它 好了 今日就分析到这裡 希望大家可以冷静一点